我告诉你哦 家里的剪刀要是炖的 千万不要着急给它扔掉 教你一招 剪刀立马方立如行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珍爱小叔娘 说起这剪刀呢 相信呢大家一点都变不陌生吧 几乎呢可以说是 每个家庭每个厨房 都必备的一把工具吧 不管是用来剪纸啊 还是厨房中用来剪菜 剪肉开快递等等等等 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有一点 家里的剪刀呢 用不了多久之后呢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钝 那么呢就是书线了一些 松绣绣剂的情况 使用的时候呢 即便这个剪刀一旦书线 变钝了 或者松绣的情况下 使用起来那就不方力了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 您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是不是直接将这种变钝的剪刀 给它扔掉 然后再次购买一把新的剪刀 回来使用呢 其实呢这种作法呢是非常受误的 在此之前呢我也是这样子的 家里呢在无形当中呢 已经堆满了很多把很多把 这种变钝的剪刀了 经过我的经历呢 就是一把剪刀购买回来之后 大概给它使用了 有十天左右半个月左右 那么这把剪刀呢就已经变得很钝了 那么想要再次使用了就非常非常的费劲了 那么这样子 我的剪刀呢要是变钝了之后呢 不会扔掉 但是会给它扔在一边 再次购买新的 这样一来呢 不知不觉当家里的盾剪刀 破旧的剪刀就立马变得非常的多了 来呢家里今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 会准备把这些破旧的剪刀呢 全部给它扔掉 不过呢隔壁家的老奶奶 出来看了一眼之后 说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珍惜呢 这么多剪刀 您竟然要全部给它扔掉 真的是太浪费了 所以呢我就问了老奶奶以下 然后老奶奶教了我一招 一针别说 非常非常的实用 每一把破旧生锈变钝的剪刀呢 瞬间呢就变得方力如行 而且做法呢还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具体怎么稍作呢 不妨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 跟老奶奶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只要您家里的菜刀呢 或者剪刀变钝了之后呢 那么菜刀也能够打磨 剪刀同样也是可以了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呢 详细的分享给大家 不管您家里的剪刀菜刀有多弱呢 都不要忘记的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进来学习一下哦 要您学会了这个小方法呢 不管家里的厨房里面呢 每一个刀剂呢 变钝了之后呢 您都可以用这方法去试一下 再也不用花钱去购买新的 一些刀剂剪刀菜刀啦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跟着视频一起进来吧 过了视频都讲解到这里了 其实呢 每一个视频呢 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呢 讲解了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能否用上您的宝贵的双手 帮我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呢 那么首先呢 那您们在使用这个小妙招 小绝效之前呢 一定要先把这种费系生锈的剪刀呢 简单给它做一下清洁 一般熟患中用的剪刀呢 上面都会有很多这种油脂了 以及一些脏东西了 而且日常使用呢 则会粘在一些胶水 我们只会把这些脏东西和胶水呢 处理干净了 在打磨的时候呢 才不会受到影响哦 那么下面呢 咱们需要洗漱一个带一点的小碗 然后再把西医药膜的剪刀 变顿松臭的剪刀呢 统一全部给它放到这个盆子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往剪刀的刀刃上呢 撒入一小把的小苏打 说到这小苏打呢 相信大家每家每户呢 熟患当中呢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食品之一 像平时咱们在做包子馒头 或者清洗一些蔬菜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这小苏打 最后呢 咱们也在往里面倒入 烧洗的白树 让小苏打和白树呢 瞬间融合在一起 就会发生一些可爱的谎音 这一步呢 就能非常容易的将剪刀上面的一些 闪流的杂质来 以及修剂呢 能够很好的给它齐护出来 因为小苏打呢 它本身就具有很好的修容能力 而白树可以带一个软化的转用 简简单单把剪刀放到这里面浸泡个五分钟 也就是六十秒 充分的融解污质 还有上面的一些杂质浇水 等时间到了 我们再拿出家里一个不用的小牙霜 然后呢 在剪刀的刀刃上来回 给它缩洗几下 把脏东西呢 彻底给它搓干净 先不缩好之后 再用流灯的恒河水 直接将剪刀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逃出家里 家家务务必备吃饭的一个祖船小碗 我们把这小碗呢 给它倒扣在菜板上 那么时时您就会看到 这小碗的底部呢 有一绳这个小碗屎 紧接着我们再往这个小碗底部呢 撒上一小把的食用盐 紧接着我们再将剪刀 给它打开一个角度 沾洗一点食用盐 涂抹在这剪刀的刀刃上面 因为食用盐呢 它是既有一个很强的颗粒杆 在磨砂 增加磨砂力的同时呢 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刀刃 让洗呢不会被破坏 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手要压着小碗 防止打滑 另外一只手呢 我们要拿着剪刀 以心鞋65度的方式 往后拉 把剪刀的刀刃 简单给它保护一下 记住哦 一定要往后拉 不是向前推哦 在打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来回拉手 这样子很容易伤到 剪刀的刀刃 用不了多久 就会出现切割的情况 每一面刀刃大概简单给它打磨个一分钟 也就是50秒左右 再把另外一边也给它打磨哈 然后呢 我们继续把所需要打磨的剪刀 按照这方法尽情简单给它处理一下 操作一遍就可以了 不管您家里有多少把 最旧的剪刀都可以一一给它搬出来 用这个光滑按照这个步骤去给它操作 全部把剪刀给它磨好之后 再用流动的线水冲洗干净 把表面的一些水分给它刷干就可以了 剪刀经过这样子简单给它打磨处理一下之后 那么瞬间呢 您就会发现 每一把剪刀呢 都变得十分的狂烈 不管剪什么东西 是纸啊 纸皮啊 或者西瓜啊 或者一些衣服布料啊 都会非常的兴奏 而且刀口呢 还特别特别的粗细 也不会像我们之前一样 连剪个西红柿都十分的费精 更别说用来剪鸭肉 剪鸡肉 剪猪肉之类的 那就更费劲了 剪单这样子给它磨砂两下之后 哎呀 总把剪刀了 宛如新买的一样 十分的光丽 怎么样 没想到吧 用几秒处理的时间呢 就能让家里费系松绣的剪刀呢 变得跟新买的一样吧 所以说家里要是有费系松绣变旧的这种剪刀呢 千万千万不要再给它扔掉了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真的是十分的管用哦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你那花菜的销售 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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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